那在第二段里面呢 这位老师说 一旦熟练了这一个方法 当我们感觉到很多事不顺 想去除障碍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在这些人事的 是是非非里面一直纠缠 一直想要在这里面弄一个究竟 当我们发现 无论讲什么做什么 都于事无补的时候 也不是就走投无路了 因为我们还有一条路 就是礼尽文书尊 礼尽所有的佛菩萨 这也可以去除障碍 第二段很重要 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 曾如老师说 一旦熟练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当我们感觉到很多事情不顺 想要去除障碍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在这些人事的 是是非非里面一直纠缠 一直想要在这里面弄一个究竟 熟练了什么方法 就是前面讲的 我们懂得去观察业果 观察十二元起 我们懂得说 这个障碍是过去的恶业限起 那我们现在当下必须改变我们的心念 让它从这个恶念的蓄留 烦恼的蓄留 变成善念的蓄留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润择过去的善业种子 让乐果先赶果 所以这个时候呢 曾如老师说 我们感觉到很多事情不顺 想要去除障碍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在这些人事的 是是非非里面一直纠缠 一直想要在这里面弄一个究竟 特别最严重的时候 曾如老师说 当我们发现 无论讲什么 做什么都于事无补的时候 也不是就走投无路了 记得曾如老师讲 也不是就走投无路了 因为我们还有一条路 哪一条路呢 就是礼尽文书尊 礼尽所有的佛菩萨 这里可以去除障碍 就是为什么礼尽文书尊 为什么礼尽所有的佛菩萨 为什么礼尽师长三宝呢 希求师长三宝加持 让我改变我的心念 改变我的蓄留 这也可以去除障碍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障碍的境界 还是在眼前 好像还没退掉 但是我内心的蓄留改变了 我内心的善念增长 那我种的 我造的业 就是以后快乐的因 好 所以看起来 好像障碍还没有退的过程 我已经种下了 改变命的因 以后会比现在好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做得好的人呢 就像广论上面讲的 做得好的人 他可以献罚寿 他可以这一生就赶果 好 那至于当下 现在就赶果 如果你的善业够强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 才能造极这么大的善业呢 归一师长三宝 照师长三宝 教导的佛法去做 这就是我们造极 最大善业的机会 所以呢 广论归一里面有一句话 以前我们常常讲 说归一 浮有色 三界 气有霞 这归一的福德 如果有形体的话呢 你整个三界 当容器 也装不完 好 整个三界 当容器 也装不完 好 那师父就有一个解释 说这个归一 浮有色的这个归一 就是你当下 这一念正归一法 你当下这一念的心念呢 跟佛陀说的正法 是相应的 就这样子一念 原念到正法的功德 它就可以这么大 三界气有霞 整个三界 当容器都装不完 这样的福德 那如果我们每一念 每一念 都懂得跟师长三宝 讲到的正法 去相应 然后去调整 自己的烦恼的话呢 那我们累积的福报 就是不可思议的 好 那就像我们今天前行 讲的 这个 一点点 小小的善言 也会感发其他的 的乐果 何况现在是 这种归一正法 转变自己心念的善言 他当然会讲 感到将来非常 苏妙的这个乐果 如果念念念念念念念 都这样做的话 其实命运改变的速度 会比我们想象的快 那同样的讲到这个 求加倍除障碍 这一点呢 那举另外一段 另外一段也在这个 正如老师 广海明月开示的 第四十七讲里边 第四十七讲里边 那正如老师说 当然 这样讲一讲 如何去体会 我们在遇到障碍的时候 我们祈求佛菩萨 会去除障碍呢 就是要靠所有的修行者 身体力行 真正的能够记住 上师的这个行仪 和他的教诲 因为师父在这里边说的 是我们学习 要不忘终止 然后 要去除障碍 师父通篇 都这样讲 在看师父的 行仪的时候 大大小小的事情 比如说 那个时候 园区买地啊 还有像我们 司空见惯的一些 比如说 哪个有机的产品 突然丰收了 丰收了之后 短时间卖不出去 怎么办 我看到师父 都是运用 向佛菩萨 祈求的方式 这是我念的第一段 也是简单的解释一下 正如老师意思就讲 刚刚讲的那个 改变心念 祈求加持 来除去障碍的 这种方法 讲完之后 怎么去体会呢 怎么让我们 在真正遇到障碍的时候 我们祈求佛菩萨 可以去除障碍 你怎么在遇到障碍的时候 真正体会到 祈求佛菩萨 可以去除障碍呢 正如老师说 就是要靠 所有的修行者 身体力行 而这个身体力行 有一个特点 正如老师说 真正能够记住 上师的这个行仪 和他的教诲 这其实是一个要领 我们真正想要 行持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自己的师长的行仪 跟他的教诲 因为法呢 一定要靠师长来传递 法不是我们自己 看书就能够得到的 要靠这个 传承师长来传递 我们一直传承师长 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 当诸佛多说法的加持 那这个法 我们才有机会 真实地做到 如果不依靠 传承师长的这种 加持跟教导 我们觉得自己看书 就可以去做的话 那个其实 师父说会差了十万八千里 所以呢 真正要去体会 这个身体力行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记住 师父 还有曾鲁老师 他们的行仪跟他们的教诲 然后曾鲁老师后面有解释 说因为师父在这里边说 是我们学习的时候 要不忘终止 然后要能够去除障碍 那其实师父整篇讲广论的时候 都是这样说的 那我们去观察师父的行仪呢 其实师父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是运用向佛不撒祈求的方式 曾鲁老师又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园区买地啊 有的时候有机产品突然封收 封收了之后卖不出去 怎么办呢 曾鲁老师说 我看到师父都是运用 向佛不撒祈求的方式 后面曾鲁老师紧接着讲 这样一位高僧 他拥有洞系很多很多事物的智慧 好像很多事情发生了 他都可以看到这个事情的本质 但是即便我们看到的 已经不知道是怎样行径的 一位修行者 一位佛不撒 他依然是去祈求佛不撒 你说这是一种传统 一种终归吗 是一种传承 传承的是什么呢 当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去祈求佛不撒 希望能够得到佛不撒的加倍 去除我们的障碍 这样的话 我们的善愿就能够圆满 我们立他的心愿 也透过一次一次的 像佛不撒的祈求和学习 调伏我们的内心 包括我慢等等 各种烦恼 更加趋向智慧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 很美妙的传规吧 当我们在念到广论这句 敬礼尊重妙音的时候 内心里是否能够进入到 礼敬上师文书的 这样一种序留中呢 这段开始里边 曾荣老师说 像师父这样的高僧 他拥有东西 很多很多事物的智慧 任何事情 好像他都可以看到 事情的本质 但是即使是这样 这个修行的境界 已经不可思议的 这样的一位修行者 一位佛不撒人 他碰到任何事情 依然是去祈求佛不撒 这就是前面讲的 真正记住师长的 这个行仪和他的教会 所以曾荣老师说 这是一种传统 一种中规 这是一种传承 到底这个传承 传承的内涵是什么呢 就是当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去祈求佛不撒 希望能够得到佛不撒的加倍 去除我们的障碍 这样的话 我们的善愿就能够圆满 注意哦 曾荣老师这边讲是 大大小小的事情发生 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谁作何事有何所需 皆当供养 启白三宝 那真荣老师说 这样子我们立他的心愿 也透过一次一次的 像佛不撒的祈求和学习 调伏我们内心 包括我们的各种烦恼 而更加趋向于智慧 所以像是那佛不撒祈求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学到 学习他们教导的法 因为这个法 才是真正能够让 自他离苦得乐的关键 那学法的特征一定是帮助我们 调伏了我们内心的各种烦恼 让我们更加趋向于智慧 所以这就是我们祈求的目的 就是有的时候祈求 他不单单是希望 眼前的这个现状能够改变而已 虽然一般人注意力都放到这里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能够得到 施党佛不撒的教师 让我们能够从根本 从我们的心念改起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曾荣老师后面就赞叹 这应该是一个很美妙的传规吧 论前归境 造论前面要归一礼敬 师长佛不撒三宝 好 那就像这个佛智大师造论之前 他也会礼敬 好 这个 三十五佛丧师天中天 一切堪顶礼处恭敬礼 这个就像曾荣老师讲的 是一个很美妙的传规 我们要学习师长佛不撒 全能主持的这种心意 求加倍除障碍 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所以曾荣老师 当我们在念到广论这句 敬礼尊重妙音的时候 因为广论一开头 中科巴大师也是 求加倍除障碍 造论前有做归敬 那所以你念到广论这一句 敬礼尊重妙音的时候 曾荣老师说 你内心里能不能进入到 礼敬上师文书 这样一种序流当中呢 同样的道理 我们学到佛智大师说的 三十五佛上师天中天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也要进入一种 对师长 对三宝 对三十五佛 一种虔诚的祈求 跟归一的序流心虚当中 那一旦序流做了这样的调整呢 它就容易引发善业 引发乐果 以后的命运的改变就容易 好那这是今天要跟大家 这个研讨学习的 这个无远无悔的这个 证文的部分 那其实这一段里面的 内涵还很多 比如说这个 曾荣老师后面有讲 这个圣身经典的经意很深 我只能讲述非常浅少的那个部分 这个是佛智大师 虔诚和谦卑的显现 关于这个部分 就是佛菩萨的圣身经典的 内涵的意义是很深的 那所以我们是靠佛菩萨祖师的 这个解释 造论呢 我们才能够屈辱 好那关于这一点的 这个部分呢 还有很多的内涵 我们下次会再做一些 说明跟讨论 感谢观看